范大佳君 发表品质感言 好 我们请范大佳君发表品质感言 我 我没 我蛮激动的 我不知道一不小心怎么会走上这个舞台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刚才我坐在那一排 我左右前后回头看到的都是我崇拜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看他们演电视剧 就像刚才所有的导演在说的好的这个电视剧 都是这些好的人在演 我怎么会来到这个舞台 所以说首先得感谢我们上海的那个SMG和东方卫视 感谢你们把我塞到了这个舞台上 那我真的得感谢所有的这个 在这个演艺过程当中 整个在拍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演员 王小甲 保重 老大 还有很多很多 从内心来说 我是个局外人 我很害怕 到时候把这部剧给搞砸了 其实我真的不敢上去 因为这不是球场 你再困难我都会上 因为这个是我不熟悉的地方 也就是这些前辈 可能一直看他们演戏 不同的这个角色 当跟王岛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一次推 两次推 三次推 因为真的不知道能演成啥样 但是我得感谢我的太太 她说你去吧 那我就去试一下 结果真的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得感谢 在这个整个剧当中 相应搭档比较多的这个王小姐 就是唐嫣 她一直也是在鼓励我 因为我想演戏总会是有台词了 结果从来没有演过戏 她连台词都不给我 她就直接叫我上去演 所以说我想 只要是工作嘛 可能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你不管什么样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权力以赴 所以说 繁花能有这样一个反响 也是所有演职人员 全力付出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感谢 感谢大家 我必须得说一句 范智一老师 您到这来可不是SMG和东方卫视 把您塞过来的 您的这个演艺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上来的时候 大家的欢呼声 您都听到了吧 跨界很成功 主要是王家卫导演把你拖起来的 我得谢谢老头 不对 我得谢谢王导 可能我习惯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能看到这些导演 为了一个镜头 为了在拍摄过程当中的 一些点点滴滴 所有导演的这种 亲力亲为 因为他要把一部好的这个作品 展现给大家 他们是清楚全部的 所以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来说 只能全力以赴的去跟上 所以说 没想到 对 您看啊 咱们范智一先生 现在脱口秀 真人秀 对吧 还有演艺都这么棒 真的是全能跨界了 我一看有道理 因为您腿长 跨起来容易一些 那接下来准备跨哪个界呀 我其实 哪个界都不想跨 因为 自己可能 曾经经历过很多 也跟演艺圈有很多 很要好的朋友 那么我知道 在不同行业的一种辛苦 只是 想享受生活 那么也是可能去到 其他领域的一种挑战 但是作为我来说 很享受 也很热意 因为从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来说 很想去尝试 但是 我想做好 今天这个汪小姐 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想来问一下唐嫣 如果将来还有机会 你们俩再一起合作 希望演一个 彼此什么样关系的 这个人物 来 我们把话筒给唐嫣 当你想哭得做问题吧 没想哭呗 我说呢 我说呢 我把你尾巴说了 能说 因为本身就是 打开了一个 我不是这一行的嘛 他问出来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 他希望我们演什么样的角色 兄妹了 对吧 那是最好的吧 当时我演你的厂长吧 我现在讲 你能看一二家人 没有 对啊 对啊 我叫我家 我叫我家呀 我叫我家嘛 我因为你讨厌 我叫我家 哎呦 哈哈哈哈 哦 我有一点想 我有一点想想到 你只能 这个 将来有机会 这一月 我会得一种杀 会是能不能 我还没想到 我觉得 毫无限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把灯乐的帮你设定 因为我觉得将来有很大的潜力 所以我期待范老师下一次的荧幕作品 今天在座有这么多的制作人和导演 希望你们给范之翼跟汪小姐 一个再度合作的机会 好吧 恭喜范老师 我们知道了怎么可以全能跨界 就是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定边界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